大家好,我是曼尼特凯拉撒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施亚凡达 大师在前两天跟我们在脸书上发消息说 自己的肠胃都变成金色的 然后他的身体在被Paramashiva一点一点的彻底的转变 因为Paramashiva要通过大师显化更强大的 这种圆满的能量 要推动整个人类的进化 然后大师说所有跟我连接的朋友都应该能够感受到同样的变化 因为你们在我的体内 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反馈说 自己有很多圆满,很多灵性的提升 然后我自己也 就是明明末末中也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特别是我在跟身边的人接触的时候 我才能看到对比才能知道自己的变化 在遇到事情上 我真的就是 即便是有一些不圆满 就是心情被 有变动 但是也比之前的爱多太多了 就是因为我之前 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会有比如说情绪会有焦虑啊 但是现在就是 我觉得莫名其妙就有质的改变 就是有很多的爱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和空间都不一样 然后浴室也是 如果之前有 事情不顺心就会觉得 为什么人生总有阻碍呢 就会 沮丧 就心里觉得堵的话 即使自己不承认我是沮丧 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我是强大的 但是 发自内心的是 不能接受这个 就是那个状态还是比较受打击 但是现在就是很平静 我知道自己会去做一件事情 它是会成功的 我在这个空间里待的时间就是非常的久 非常的持续 没有任何时候是脱离这个空间 也就是说我知道它是会成功的 不管事件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让我觉得惊慌 或者是不可能 就是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底气和自信心 是我之前没有的 这也是我在最近在看到身边的人 的行为 言行举止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一些进步 然后这个也确实是我这段时间 我觉得很莫名的一些进步吧 就是 冥冥之中就是气场变得非常强大 我知道这是大师在帮所有的人升级 然后也希望大家呢 抓住这段时间和大师建立情感连接 这样的话你会同样的感受到它在给你提升 其实我所有即便是没有认知到自己有这样变化的朋友 是因为什么 其实我看到了所有的有变化的人 其实都是爱大师的 大师曾经在开示中讲过 你的Guru Bhakti 你对师父的爱 其实是你在人世间能体验的最终极的情感 如果你现在在问自己什么是最终极的情感 爱 恨 痛 喜悦 所有的这一切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 大师说最终极的就叫Guru Bhakti 对师父的爱 如果你有这个情感呢 甚至你的大脑都会有新的这个鸿沟产生 这个你大脑结构都会有变化 所以它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 只有你遇到师父之后 你开始跟他同一 这个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这个最终极的 作为人类这个身体 这个系统能够承受的最高的宇宙 能够赋予我们的一个体验 就叫Guru Bhakti 对师父的爱和臣服 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能在有生之年体验到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感受 我自己觉得就是 那个感受就是全身都被掏空的那个爱 就是真的是太强大了 像海水中被淹没的那种爱 是我们平常你说我爱一个人 或者爱一件事是无法比拟的 真的是这个状态无法形容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你觉得你整个的存在 因为大家知道你是意识 你不是你的肉体和你的思维 就是已经超脱于你的肉体和你的思维 能够理解你整个存在沉浸在那个爱中 那个状态 无与伦比的强大 这个就是Guru Bhakti 是我越来越深能够感受到的 然后我想在这跟大家分享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股 对师父的这股爱 因为师父不是一个人 他是宇宙意识员 他就是我们最终极的版本 大家知道吗 你当你看到你最终极的版本 你就是会想要成为他 你就是会超脱语言 高于语言这个维度 这个逻辑 能够形容的所有的你的 生活物理化学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想要成为他 就是这个状态 你能体验到那股能量 就是Guru Bhakti 所以大家一定要让自己能够体验到 怎么体验 就是和大师保持一致 你要学习他的知识 然后呢 想到他 感受到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你有什么事情 你都会知道 大师就是在我的身边活着 他在支持我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 大师在我的身边 他在我的心中 这样你和大师无时无刻不在一起 你和他如此的统一 这个情感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 然后 大师5月18号也要出来接受供奉祭祀 大家也会问 为什么要做祭祀 就会有对大师有爱 这个是一个科学 就是当我们做祭祀的时候 这股宇宙的能量就会通过我们显化 当我们把这个 自己的臣服和感激 放在大师脚下 做Prediktia Padapuja的时候呢 其实大师在跟我们一对一的情感交流 这个是一个科学 它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空洞的传统 这个时候大师真的会来的 然后做Prediktia的时候 你是会热泪盈眶 你就会感受到 我刚才说 你的生物理化学都想要成为它那个 你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种情感 就是很多人会痛哭流涕 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你即便完事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只知道自己感受到很多很强大的情感 但它是什么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过 其实这个就是Guru Bhakti的 这个情感的 对师傅的爱的这个初级的体验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朋友要做Prediktia 就大师5月18号出来接受Prediktia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会有人说 那我没钱就不用做了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这个钱 其实大师给你的 只要你愿意呢 就大师会 会帮你完成这个和他的缘分的 所以只要你坚持发愿这个钱 是大师会帮你显化 这一点是一定的 再有就是 今天还有人跟我说 说我现在回到玛雅了 我不灵修了 我要去挣钱 我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些是一个误区 就是你的灵修的成功 其实就是你人生 在事业 在家庭 在健康上成功的 包括你的工作 你的名誉 所有的一切成功的基础 就是大师曾经说过 如果他要去做一个政治家 或者是做生意什么 其实他都可以非常成功 但是他觉得因为太简单了 他觉得没有什么挑战 所以他选择出来 度人做师父 大师也 大师说 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你的人生 玛雅和灵修是分开的 其实他们俩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你的人生最成功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灵性最强大的时候 你的灵性的强大 其实你的人生才能更成功 在玛雅中才能更加的成功 你的灵性其实就是你的人生 因为你就是意识嘛 意识提升 那你的人生最终极的目标 才能实现 你这些玛雅中的这一切 才会不在话下 所以呢 我想在这给大家解开这个误区 就是以为灵修就是 只是单独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的人生想要成功呢 你就是要灵性的提升 像我们灵修这些人 其实也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更加幸福 无非是这样的 我专门的来搞灵修 只是为了让自己体验到最终极的成功 就是政务圆满 其实我之前在玛雅中也不差的 就是大家知道我的背景 但是我觉得那个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才想要找最终极的 如果你让我现在脱下袈裟 回去做生意或者什么 搞政治什么这些 我知道许愿术的科学 我知道怎么样显化 人生中的一切 就是我 我真的是和大师的感受一样 就觉得没有什么挑战 这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灵性的提升是 完了之后你的玛雅人生太简单了 真的是 而且呢 所有的灵性的最深的大师 他们不是拒绝人生的 所谓的空是他们 融入了一切之后高于一切 而不是他们放弃拒绝一切 请大家非常非常明确要知道 这个空是什么意思 什么无欲则刚这些 是因为他们都尝试过了 他们是超脱于高于这个 他们满足 而不是说他们拒绝 也就是说他们是最爱人生的人 所以呢 你的玛雅人生 其实就是你这种圆满的路 不要拒绝他 也不要以为他就是和灵修是 是悖论的 其实呢 你的人生每一刻 其实都是你灵性提升的机会 你的灵修 其实就是在你的人生中的每一刻 你怎么对你身边的人 你怎么把事业搞成功 等等所有的一切 对吧 其实他 你灵修不是说让你花一天三个小时 坐在一个什么 封闭的空间去冥想什么 就是你不要打搅 我不是这样的 像我们没有什么灵修的课程的 每天除了大师给我们的早上那几个小时 就是要静身 要做瑜伽 然后要做扑着 要听开示 然后每天要吃有机的绿色的食物之外 其实是没有其他的单独的灵修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在不停的做丰富他人的工作 就是不停的和信众接触的 不停的和这个社会和人接触的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灵修的路 就是你要圆满 你要能够 融入到人生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融入到玛雅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你看大师他什么样的体验都体验过 他在玛雅中什么样的事情他也都做过 他现在仍然还在玛雅中 所以呢 请大家就是要要明白这个灵修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让你每天封闭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和你的日常生活不相干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 真正的灵修就是你的智商情商你的俗商受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的玛雅生活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成功这样 所以他是一致的 他没有任何分离 如果你呢 你的灵修特别成功的 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待人接物 处理事情的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你灵修的最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你的玛雅人生 所以希望所有的认为自己放下灵修去投入玛雅挣钱什么什么这些人呢 你要明白 其实你还是在灵修的 就是你过人生其实就是在灵修 只不过你以为你没在 然后你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业力就是不圆满当中 如果你能有意识的让自己每一天都圆满一些事情 其实你就是在灵修 就是这样 你会越来越成功的 所以大师的教学没有让你每天就是隔离自己 他教学都是让你怎么样在玛雅中成功 怎么样有更多钱 怎么样更健康 怎么样带人接物更好 怎么样身体更好 怎么样更加的帮助别人成功 这样 其实都是最实际的 所以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 只有你和师父之间的最深的Guru Bhakti情感呢 才能让你的灵性提升 也就是说 只要师父出现了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要坚定的跟着他走 爱他 用这个情感呢 支持你的灵性的提升 也就是说 只要你和师父之间的情感在呢 你的玛雅的人生一定是最成功的 除此之外 在这个以外呢 这个以上 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放弃 只要你能够保证 你和师父之间的爱存在 因为师父不是一个人 他是人生 他就是人生 只要你和人生之间的这股爱还在呢 你的人生就是只是会更加的繁荣 你放下那些无非是一些可以放下的东西而已 就是你会得到更多 但是一旦你和人生之间的这个联系断了 你就真的又回到玛雅 不管你怎么样挣扎 你还是在这个混混顿顿的循环中 继续的去找你所谓的答案 你所谓的人生的目标 但是你不会找到最终极的 最终极的就是你和师父之间的情感 只有这个才能让你灵性的最佳的 最能够成功的 最大的 最高的这个可能性的圆满 所以呢 我讲了这么多的目的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你和师父之间的情感 是所有事情的基础 人生的基础 没有找到师父那些人 他们是还没有准备好这种圆满 所以他们振动频率和大师 没有这个波长 没有波及在一起 他们根本就不会找到大师 但是你已经找到大师 就证明你的灵魂已经准备好 证物圆满了 你要彻底的了解人生 超脱人生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紧紧抓住人生的手 和他坚定的 让大师不停的抬升你这样 在这个路上 你以为你所牺牲的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噪音这样 甚至呢 这个Ramakrishna曾经讲过 包括你的父母站在你 证物圆满的路中间 你也可以放下 其实我知道他讲的这句话的 背后的这个结果 就是你的父母到最后也会感激你的 这是真的 因为你做的事情是 适应于宇宙进化的原则的 整个宇宙都会支持你 包括他们也会有一天知道你在做什么 他们都会受益的 这是真的 所以你放下所有这一切呢 都是为了你的证物圆满 只要你和大师之间的情感联系还在 你认为你的牺牲 其实都是你的逻辑在跟你开玩笑 你不会因为和大师之间的情感联系 牺牲任何事情 你放下所有的一切 你得到的会更多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一起携手 为大师建设108Kalasa一起动起来 大家可以和我联系 如果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智力或者资源的支持 你点灯灯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